还在维继云河的下线撕心裂肺的,虐得人不行,不行的果隔天就来了一个辣眼暴击。 说的就是你,空明,在《玉娇记》的原著小说中,空明之所以能有CP权靠小蝴蝶的倒追,按理说能让人倒追的主,想来也一定会有几分姿色吧,剧版空明没有出来钱。 咱想的人选怎么也得是焦恩俊,赵文卓这类的才有说服力吧,再不行,年轻一代理念,周生如故中的和尚也不错,如果有人要是说和尚不能谈恋爱,会侮辱佛学,那改成道士也行啊,咱们内娱中也有不少演员的道士让人铁平呢。 结果呢,空明一出来直接让人傻眼了,先看一下静态图,这八字胡是什么鬼?这拉里拉他的造型又是什么鬼?再看看咱们小蝴蝶,不说他是顶级大美人吧?但那也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啊,结果,就这,剧里面别人对于小蝴蝶是这么说的,以姑娘的容貌。 想寻觅加偶,恐怕有点难度,啊这,如果小蝴蝶这样的都算是丑女的话,那我等那岂不是丑女中的王者了,而且,小蝴蝶身边可是有一个帅气玩伴小星啊,两个人青梅竹马这设定不相吗?请问小星你输在了哪里啊?竟然比不过空明。 我恨,你要是说小蝴蝶和空明演那种无接触的情侣,可能心理上还好接受点。可偏偏还要有亲密戏份,就拿让微博首页一篇哀好的剧情来说,空明将小蝴蝶带入房中,然后一把抱住他,吻了上去。 但是,在这个剧中,小蝴蝶那是对空明爱的热烈。因此啊,还给安排了一出女演员回稳的戏份,就这,你拉远景的话,可能视觉冲击还不会那么强烈。可偏偏导演不让你如意,哎,就是完,就给达特写,揍妈呢,揍妈呢。 导演,你没事吧,承邀大家欣赏一下下面的台词,这合理吗你就说,怪不得景浩女演员工商景浩,这个话题冲上热搜呢?这剧情看下来,怎么不算呢?查了查空明的扮演者王子腾,进圈之后,能叫上名字的作品基本没有,唯一依次拥有姓名,大概就是这个恰似故人归了。 而且他好像还是黄子涛公司旗下的艺人,不禁想问,涛,你的审美怎么了?唯一能拉好感的,大概就是王子腾面对网友们的评价时,他的逗趣回复吧。 可能有人就说了,怎么能对别人进行外貌攻击呢?难道平庸的人就不能拥有爱情吗? 有一说一,咱可没有看不起长相普通的人,但是古偶之所以是古偶,除了剧情之称。 最重要的就是颜值了,但偏偏内于这股古偶丑男之风还刮不完了,与该剧同时段播出的玉面桃花总相逢。 就看小时候这个清秀有神的模样,长大了肯定也会是偏偏公子一眉,绝对不用担心的。 结果镜头一转,这个透着一股猥琐样的油腻男是谁?哦,是童梦石啊。 再看看与他搭档的是谁呢?是我们的甜妹张寒韵。最关键的是,两人还假戏真做了。 大美女怎么这么想不开啊?与王子腾的得体不一样,同梦石面对别人的批评。 那是亲自下场阴阳怪气,搞得网友都不敢说话了,能这么有底气,那可能是他真的内心深处,觉得自己是帅诈天了吧。 有一部剧,已经过了四五年了,还一直被人怀念,那就是东宫,彭小冉在剧中扮演的小峰漂亮又灵气,被人亲切地称呼为女儿。 他的第二部古装剧一出来,大家直接对狗子李承鄞改变了态度。都说原谅他了,而能做到这样,我们真的要感谢金翰同学,这个宛若青铜面具的脸。 这个感觉能压死人的大定。 无奖尽猜,你觉得哪个是男主呢?除了这些投资比较大的。 近些年一些小成本网剧总是让人直呼真香,巴特,观众也是有品味的好吗?不是啥样的都能入眼?看看冯军正当时的林青兰,以美貌著称,结果呢?就这,女主还要对着他花吃,台词还要夸他长得好帅,对不起,打扰了。 作为古偶界的颜值代表杨幂,这几年合作的古偶男主那是降级般的变化啊。 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夜华,再到胡诸夫人的方建明,怎么看怎么不合适。 除了内娱这边辣眼镜,隔壁尼红国那边也曾有过让人直呼想吐的剧情。 追日剧的人,大部分应该都认识石原李美吧,笑起来温温柔柔,气质特别可人。 结果在2017年的剧《高领之花》中,她合作的男主,那给人的刺激是看一眼,都想要离开地球的程度。 而且石原在里面的设定,还是一个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,看她和男主接吻真的是生理不适。 姐姐还为这部剧的收拾低迷流泪道歉,我想说真的不是你的错啊,不管国内还是国外。 我都希望导演们能够有一定的审美,选合适的人演合适的角色,放过观众的眼镜。